2月6号花莲大地震五周年 而花莲县文化局争取 震灾善款将防灾教育园区云翠大楼就职前 设置纪念装置 由吴建福、蔡文庆两名艺术家草岛撞作 而期盼借由纪念装置记录地震的石墨 抚平地震伤痕 并正式灾害议题 预计在今年的9月会节目 2018年2月6日深夜 花莲发生瑞士规模6.2地震 当时花莲市震度7级 造成云门翠堤等四栋大楼倒塌 17人罹难 是在令人近年印象深刻的一天 发生至今已五周年 花莲县文化局争取震灾善款 12日举办0206地震纪念装置艺术设置案 作品发表交流会 邀请艺术家蔡文倩老师、吴建福老师 和民众分享作品创作理念 冬天就表示灾害了 那个很阴沉、很不幸的事情 所以我的作品有一朵银飘过 之后旁边就会有一个心心向荣 就是说灾后重建的过程 然后现在大家都过着安和热利的这个事情 中间有一个广场 旁边有十四首诗 就是悼念诗文 还有花 就是喷沙做成的 就是悼念那些亡者 然后中间会有一个用石头刻的这个时钟 那里面有那个刻刻画那个日期 连带日期 还有时间秒数 就要那个地震发生那个当下 那它是互动的 你去推它的时候它会摇一下 就好像那个地震的那个瞬间 怎么样透过作品去传达我们对自然灾害的这种预防 或者是说我们对这块土地上 人怎么跟环境共存 这是一个下一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不单单说我们只是在这块土地上去盖了房子 或盖了什么 其实更多的安全的规划跟想法 必须在我们在整个大的建设当中呢 再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避免说他们在未来面对这种天然灾害的时候 会有点措手不及 我想这也是房灾教育馆带给所有的民众 有对一种天然灾害的一种教育跟启示 经过一连串会刊盒征选 蔡文庆作品《冬日最后一朵云》 降落脚渔门翠堤大楼旧址前的万寿抽水战旁绿带 吴建福作品回则将在花莲县房灾教育馆展示 主要呢这次也就是历史性教育性跟服务性作为出发 那希望说透过艺术品的这个创作 可以就是抚慰到受难的心灵 那也是对就在英雄表达感谢之情 那更是希望这次的这个作品可以对于来花莲的旅客啊 跟居民啊 展现花莲在经历伤痛过后坚韧的生命力 华联文化局表示 两间纪念装置预计7月完成9月公开亮相 未来会办理艺术体验 艺术家导览等活动 透过艺术语会的转化 带给受难者抚慰 更表达对协助救灾和修复工作的无名英雄诚挚感谢 也向社会大众传递教育及纪念意涵 抚平地震伤痕 正式灾害议题 记得讲方言华理事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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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